对于人超越的评价,一直是包扁不一的,在一部分人看来,他除了长得好看以外几乎是一无是处,唱歌唱不好,跳舞跳不好,参加创造101的几个月以来,虽然他一直扬言自己会努力,但是人们就是看不到他的进步, 在现场带着哭腔,清唱,这几句,更是可以说留下了阴影,在另一部分人看来,他们在杨超越上看到了希望,那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,时常处于极大的舆论漩涡,却依然能够屹立在狂风中,当然这其中还包含着这样一个群体,虽然不喜欢杨超越,但却无比信赖他的经理人设,不论你是这几种人中的哪一类, 都不免对杨超越有着极大的关注点,今日,杨超越再次给人们带来惊喜,他居然徒手抓老鼠,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花季少女,居然有胆量能挤起老鼠,还放花树要吃掉,这怕是对关卖出生18年以来预见的最大考验,看来了杨超越虽然长得柔柔弱弱的,暗地里居然是个女汉子,不过这件事在网友们看来, 大多觉得杨超越怕不是疯了,敢于抓老鼠是勇气,说要吃老鼠那就是用力过猛了,口泪也太重了一点,网友们大部分认为,杨超越这怕是脑子不好使了,还非常傻白甜,是作秀还是真汉子,你们怎么看呢? 文华卖转载请著名娱乐去关卖人创,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若喜欢,记得关注我 对打击点滑水